好 今次就說一套 又是我們起初沒有說的 特例處置團體Stella女學院高等科 《C3部》 當然 大家很傾氣出來做這套動畫 本來大家都好像有點期待 沒有看過這套 只是答案而已 其實這套是講到Stella女學院高等部 這套部主要是玩一些沙巴遊戲 沙巴遊戲是甚麼呢 即是生存遊戲 其實是甚麼呢 即是兩批人拿著BB彈槍 互射 在一個特地發為內 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它裡面整體就說 主角大和Yula 進入了一年生 入了高等科學院高等科 剛好同榜的是三年班的六島蘇多娜 蘇多娜是她C3部的部長 又說一些原因 為甚麼在美國飛回來日本 為甚麼會在日本玩沙巴遊戲 整套電影其實頗有發哥的感覺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她的開幕 是看到很多拿著雙槍 有白鴿 沒有白鴿 但有些跌血雙紅的感覺 其實也有很大的影子 我懷疑是有 雜誌有人說過 可能有參考到這種影子來做雙槍 跟著C3部開始玩這些沙巴遊戲 其實她在整套十二三集說了很多生存遊戲 例如殲滅對手 最簡單 或是搶旗 像玩一幕耳一樣搶旗 也有醫療兵 突然有個醫療兵 負責派交部射中了 可以回頭 但扣一點 最後醫療兵五分鐘後可以出去 說說大和和陸島和其餘的報員 開始玩這個生存遊戲 慢慢開始要進步 對面有個叫明星女學院 叫阿Lin 那個會長 是一個很酷的 林偉千發現阿林 跟Stella女學院的頭 以前跟同一個美國師傅學射槍 結果那個師傅死了之後 這兩個都各自分開了 都是有點灑碎的感覺 結果大和陸島就說這個人 越來越進步 亦開始有少許變質 亦說他曾經 阿蘇多娜送了一支蝦子槍給他 他開始有少許走 即是他又沒有說因為這支槍而走不摩 然後他就開始有少許為了贏 而有少許不擇手段 結果就跳槽去了明星女學院 結果就遭到棄勇 因為他那個人突然變得太恐怖 結果回到Stella女學院 回到他之後就開始重新和好 結果就是What's ever的一個故事 其實最後一集就非常無聊 或者是一些突然間突然變成損尾的劇情 感覺上怎樣呢 如果你說槍械這套劇是敗筆的 完全沒有說很多槍械的特性 只是說一個生存遊戲 槍械這很複雜的 你不捨我選 你不捨我選 不要緊 應該是說了一批不捨 先說一批 生存遊戲 其實他只是說戰略 但是說戰略 我會和戰車道比 為何少女與戰車 為何那麼受歡迎 雖然說那些坦克是否真好 那些故事有點搞笑 但是戰略是講得很深入和充足 那種炮和特性和移動力 是很充足 這套劇沒有 第二件事 還有很奇怪 他的生存遊戲 雖然不只是用槍 雖然大家用槍 他是有BB彈的手榴彈可以扔 只要中了就會 BB彈怎樣扔 就是BB彈的手榴彈 就是一個手榴彈裡面 裝幾百粒BB彈 你每個人扔上來 就肯定會贏 其實是有減移過分的 而且他不一定是用BB彈的 又不一定是射槍 他可以用其他類似刀的儀器 他可以用其他類似刀的儀器 自己說是有 就是中了就贏了 那我感覺上就 沒有那麼激烈 而有點古怪 還有第三件事 中間又插一些 他插一些很多鬼怪的情 或者說一些 遇到以前的將軍 突然間 打到最後 很多時候 就突然間有 玩一些意識流的劇情 例如 那個人 會想起 突然去到一個 很虛幻的境界 打完之後 我們 看你射槍是贏不贏的 不是知道 要你這種 意識流的景色 所以 是很難明白的 是很奇怪的 我感覺上 跟他整個 整套 輕快的感覺 或者是 他是想造就一個 輕鬆玩 生存遊戲的感覺 是完全有距離的 你要明白這些 但我又覺得他做得不足 最後一集 又搞一些無緣無故的 宣美劇情 完全是無緣無故的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我感覺上 輕鬆的劇情 新傳遊戲 他是不是有死人 他沒有的 只是找BB彈射的 嘩 死我雞 沒什麼 感覺上 你說最後大Battle 那些 說真的 24小時 最後Battle 其實都沒有什麼 感覺上 他不是什麼 其實是自己圍內 24小時 遊戲完了之後 他自己 最後和好了之後 都是自己 那個C3部自己圍內 玩 就是 玩遊戲不用太認真的 大家最重要 為了田杰友誼 但是 感覺上 你做不到一個 很有意義 又很輕鬆 又說不到 裡面槍械的知識 你只是說來說來 又不是經常在這裡 燒槍這麼簡單 那我很多事情 就覺得他五兩堂 不到我 賣萌不是賣萌 那 古來精怪一點 我不感覺 我就感覺失望 其實對Guinness 這次製作的人來說 我覺得很失望 那這套 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看 沒有啦 如果是 我覺得這套 期望大 就失望大 所以 沒什麼話說 下一套